本期参与竞聘的两支战队分别是由段东和潮汐两位导师领先 面对即将展开的比拼 哪队又可以先拔头筹呢 来 我们来看看今天发布的职位 第一个职位是品牌创意 段总 我这边选好了 我这边第一个出场的大将是刘波 你们才选的是谁 我这边第一个出场的是詹爽 好 英国的硕士 掌声欢迎他们 土雷老师好 各位企业家们好 导师们好 我叫詹爽 今年一月份毕业于英国莱斯特大学 在留学期间 我在学校的星巴克及食堂打工 有一个外号叫做舞蹈女王 因为我非常的喜欢跳舞 也会经常参加学校的舞蹈表演 及舞蹈表演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你怎么着 你紧张啊 是 特别紧张 你们经常上台跳舞的吗 是 但是没说过话 这是个好理由 来来来 刘波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刘波 是一名有着十多年工作经验的职场小白 从一名工人逐步成长为车间主任 使我养成了勤奋老师 你也受影响了 对 对不起 你们俩拥抱一下吧 互相鼓励一下 加油 今天来到非你莫处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品牌创意 或老板感觉我适合的工作 谢谢大家 来 刘波 谢谢老师 特别高兴见到你 我爸特别喜欢你 你还不是说你爷爷特别喜欢我 我觉得詹爽是一个朴玉 他刚才上台的时候虽然紧张 但是他的所有的学习养成的这个经历 其实有很大的潜力 他做过活动策划 活动策划是品牌交付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说他能够从客户的需求里边 去知道怎么去落地 所以我觉得你们更多的 应该关注他在未来的表现 非常有气质 很优雅的女生 你真会说话 有过上台两个细节 能看出他的创意来 第一个是上台就是主动提起手来 让女生的手搭在自己肩膀上 既体现了男人的风度 也能体现出你的想法来 第二个小创意是他说 我是工作十多年的职场小白 这留下了一个悬念 这些小细节都能看出 刘波虽然说是一个普通工人出身 但是他是有想法的人 这就是我推荐刘波的理由 我觉得你是给刘波加戏的 我告诉你 任何人接近了潮汐 我都会选择不再信任他 对啊 潮汐 那个你做了导师 我还以为你变稳重了呢 他导师 作为导师极不可惜 我们这样好吧 潮汐有两分 他会给这个选手说 八分 十分 很多都是有水的 那都算了 加点分都算了 他就是颠倒黑白了 我们这样 我们这样 我们考一下两位选手 给你们出个题 你们把你们的两位导师 分别形容成 一个动物或者是一个物件 反正不能是人 我觉得段总是长颈鹿 因为在一个领域 做得非常高的地位 他藐视万物的时候 都是在他眼里都是 你确定他是藐视吗 还是因为个子太高 所以就没有搞清楚 一个动物的内在特征 跟外在的形态的差异化 所以也跟段总的职业没有任何 职业跟行业没关系 所以 其实段东很多东西都可以形容 牛也可以形容 骆驼也可以形容 都是有耐力又内涵丰富的 又其貌不扬的 又具备领导能力的 对不对 他非要说一个长颈鹿 我觉得长颈鹿说得特别好 你看段东其实平常我们对他感觉就是脚踏实地地站在地上 但是常常因为他做人力资源或者经历了非常多企业的成长发展阶段 他站得高看得远啊 长颈鹿啊 就是因为生活阅历不够 然后描述的不够的具象 或者让我们能理解而已 我觉得他比较有用适 我觉得我们这边一定了 来 刘波 我如果把曹总想象的话 我可以把它想象成哆啦A梦 他可以去世界任何地方旅游 去体验当地的风情 看当地的美景 品当地的美食 谢谢 这个不错啊 这比这个好 其实你的这个比方特别好 我们特别期待他为什么哆啦A梦 可是后面的解释好像跟前面逻辑不通 没有 后面因为曹西是做旅行的 如果从学生的角度来说 刘波是吃亏的 对 但是我觉得在舞台转线上 两人失去力 第一战你已经输了一战了啊 邹总会加油的 我相信你 你觉得你能打败他吗 可以的 不可能 刘波 你先休息一下吧 你是什么时候回的国啊 12月11号 就最近啊 回国之后自己找过工作没有 还是一心一意就蹦我们这来了 一心一意蹦你这来的 你是不是特紧张 是 你紧张啥呢 看到你 我会的 我能吃了你啊 我看你这个学校是石家歌手 是 术法大赛获奖 英文电影配音大奖 嗯 跆拳道 对 你还练三打呢 是的 我特别喜欢三打 你和佟老师过两周 但我现在不太方便 因为那也是 方便你能打是吧 我不 也不能 我不方便 你女孩为什么喜欢动手呢 怕遇到什么坏人我可以打 你遇到过坏人吗 没有 因为长得安全 张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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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场是你找个坏人的 跟曹总吧 潮汐就可以 对 有个缓决的你能防得住我吗 防不住 对啊 所以说你长得不安全 真的 我们从刚才的表现当中看出来 其实你还是处于一种比较蒙的状态 你的每一个点都没有像品牌创意这个职位靠近 我来替张啥说句话 就是他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很难有机会参与到品牌策划的岗位 但是呢 他在活动执行过程里边其实有很多的实践 包括文案 包括推广 包括一些在线的这个客户的项目落地 都是他实际参与的 其实我觉得这小姑娘不太像现在很多年轻人脑洞大开的样子 他比较传统 是 我在跟他聊的过程里面发现他其实参与了很多的品牌推广和策划的环节 他是一个有潜力 段东老师我特别好奇啊 今天这个选手明明之前做了好多活动执行的事 但是今天他整个的表现特别的沉稳 是不是受你影响过深 慢悠悠地讲自己的旅行 一点都不活跃 对 就是被段东带闪不又那么快 但是我觉得在职场上面给人成熟稳重的这个印象并不坏 段东老师我觉得这样的 因为你刚刚说到说他已经做了很多场执行活动 我觉得一个应该减分 他如果在真的有用心参与到执行里面 他这种活动有他自己判断和看法 也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他的思考 相反的正因为他参加过很多活动我认为是减分项目 他的求之里面写的是助理类的不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品牌运营 是老段把它拎出来的 是我觉得他做助理他具备综合素质这点是可以的 稍等稍等稍等有问题了啊 你本来是想找助理 对 他那老头让你来应评创意 是吧 你心里是不愿意的是吧 是 是啊 我的感觉他就是一叛徒 他直接把他导师就卖了 我这情商推低了 这话真的特伤人 在舞台上就短短的时间内 就是对我也比较片面吧 我不知道我是哪一点做的情商低 既来之子安之 你既然来了就说明你还是想来竞争这个岗队 如果说你要是不想竞争这个岗队 你可以给导师说就是不上 难道说导师还能把你抬上来吗 我觉得你有点故意把你自己责任推到老师身上 为什么 因为你应聘的是产品市场营销助理啊 市场营销助理和创意本来就是相关的 而你看你再看你的学历 你学的本来就是传媒广告 硕士而且是 我觉得段总老师这个指导师很正确的呀 他是我在台上见到第一个把自己导师出卖的一个求职者 我觉得这个时候去为了去强化自己的优点 和演示自己的缺点去把导师给卖了这种行为 我觉得说明这个选手 他过于地去想表现自己 而且呢就是情杀显得不够高 这在职场用命中啊 其实有四种性格的人 他是什么样性格的叫做平和型 平和型的人呢就比如说西游记里边的沙和尚 你知道他做什么可以 但他心里可能还不大高兴 他又不好意思表达 这种姑娘其实在职场中做助理比较适合 既然我们今天面对是品牌创意 那两个人PK的就是品牌创意这件事情 岗位需求是什么样子的人 标准是什么才最重要 不是根据你个人的标准是什么样 才给他合适的岗位 因为找工作他是要对他自己负责任的 当然不是 他可以选得不来 我们今天说的是他已经来面试的是一个这样创意型的工作 你就要尊重这个职位 听见他们吵了吧 听见了 你首先要确定的是你到底面不面试这个岗位 你要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话 就不用面试这个岗位 可以做品牌创意的助理 你也说愿意从这个岗位的基础开始做起 是吗 那你觉得你是个有创意的人吗 在一个团队里大家商量 就是说像头脑风暴那种 我有时候会是一个比较有主见的人 行 我明白了 我觉得没有任何潜质 你不能说他一点都不适合往这个方向去转型 因为他学历在这 你听我讲完吗 因为他学历在那 我觉得菲尼莫属在舞台上 第一个他来先要选择 他要找什么岗位 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对吧 第二个什么呢 就是他如果不合适的话 我们要给他一个正确的方向 他学历在这 而他也想往这个方向发展 杨总你反复说学历 他学的是传媒和广告 他不知道世界上最贵的就是传媒和广告吗 对啊 贵的时间 你还不能够抓紧说出要点是吗 你知道我们15个企业家 如果说不出亮点 我们都被减霉了 我觉得可能我们在选择这个人的时候 我们更多看这个人的潜质 如果我们说这个人一点潜质也没有 我其实也不赞 其实我说一句 我说一句 来 稍等 刘波急着要说话 我认为他已经坐到那个位置上了 大家的关注点可以落到我身上 你们如果有什么建议 你或什么到可以台下和他联系 好了 谢谢 对啊 另外 另外 我觉得这个刘波这个表现很好 我其实提醒 提醒詹爽 有时候机会是你争取来的 他的这个攻击性 他企图心 我发现就比这个前面的定女孩要好很多 反倒他这句话还给大家不少分 既然我已经站到这个主持人身边了 他们企业家和企业家之间在因为郑爽的问题在讨论 我认为这个时候应该就是占用我的时间 来 刘波 小本记了什么呀 第一点是他主要是在国外生活的时间比较多 回国内的时间比较短 对国内的国情不是很了解 如果说品牌创业的话 落地是不是很贴近国情 第二点是他父母在谋划新的生意 他如果说进了新的单位 可能不是这么安心工作 有可能会回家和父母一块创业 第三点就是他在PPT里面 没有展现出任何适合这个岗位的能力 那你能说说他的优点 学历很好 而且这个人很成敏 我刚才从侧面观察的时候 在台上受这么多企业家的温馴之后 没有出汗 要是我接受这么多企业家的温馴 很有可能紧张地出汗